如果症状考試沒有考你,會不會建一個新的VR 很多學生會考試,但是再給他一個新的專案 他就不會了,因為那個專案本來就建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學生就胡倫吞藻先考過 不過我是覺得反正先考過再說 像我最近有個學生也是一樣,太厲害了 也是好像準備才上兩次課 其實他就是看以前錄的影音 大部分時間就在家裡練習 剛好他好像把老闆file掉了 現在學生都很帥氣 我說什麼?老子不幹了 他在臉書上就這樣寫,老子不幹就走了 他說老闆叫他做什麼事情 他覺得已經忍受到極點了 後來就把老闆file了 然後之後說,老師我想跟你學enjoy 我想要學這個 不過這對年輕人也還蠻厲害的 就是在一個月之後就報名考試 我想說你這樣可以嗎? 沒想到居然,他說很危險 後來告訴我說,老師我過了 因為我查成績過了 我想,但是至少還好給他一個點 他之後他現在對這個學習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現在就應該很認真在follow我的一些Java課程 而且他最終他不是這方面領域的學生 他好像本來是復興美工的吧 他是學美工方面的 可是他對這個卻很有興趣 所以現在小朋友其實沒有學不會 就是他願不願意學而已 要學的話,他可以不用打遊戲打怪 把那個時間拿來玩那個東西的話 應該都可以玩出一片天的 那這裡的話,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也是一樣 我邏輯一下,盡量清楚 你要做APP就很快 第一個,我們相關的UI介面都會在Layout上面 所以我如果說今天我要增加一個Layout的話 實際上就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 新建一個所謂的Android的XML File 這個實際上就是他裡面的Layout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個View 名稱的話叫Image 叫這個名稱 它是一個LinearLayout 或者是你要不要改其他 不改的話,直接用LinearLayout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直接按完成 然後他的路徑就是在Layout裡面 不改,按一個完成 完成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會跳出了一個LinearLayout 裡面的話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什麼呢? 只有一個LinearLayout 我們在這裡怎麼佈局呢? 看簡單一點好了 直接在這上面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比較大的字 直接拖一個 它是LinearLayout 請這個地方上面打一下字好了 比如說上面按右鍵 Edit Test 比如說這是第二頁好了 只是顯示一下 或者放個圖都可以 可以 呈現一個訊息就可以 OK 好,那把它Safe Safe